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冠状方式钓鱼岛 对象方式珍宝格 终于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那就是钓鱼岛今天上的一个林伯城超级玩家 就洋洋的那个弓箭号 弓箭号转到了林伯城 选择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 林伯加神木 开了一把英镇 那对象方式还是传统的大同士林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地震 也是被观众洪英镇大克了10%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至于这套212的话 按理说 这鱼岛在石头岭时代还是比较强势的 就去年石头岭 可能212更适合 咱们看看林伯城能不能打出效果吧 因为这场比赛毕竟观众洪有大克嘛 所以说 应该伤害不会太差了 一把金刚拉起来 因为鱼岛最近大家都懂了 今年在武圣坛实在是 没什么太多的收获 所以说 也是在寻求一些变通的东西吧 上个月是携带了花果山 最终也是没打出什么 反正最终的成绩不理想吧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冠军啊 其他什么四强呀 还是八强呀 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最起码对老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尤其是鱼岛 当你今年一个冠军都没有拿过的时候 不管是群雄还是武神啊 那个见婚的冠军 大家就别算了 所以一个冠军都没有拿过的时候 其实 对吧 那其他的成绩也就那样 凌波城输出还不错啊 开了两个眼睛 给了一个天眼 给了一个怒眼啊 一个增加伤态 一个增加物理暴击几率 没有给到质眼的话 可能持续性会差一些 对面呢 现在就是想办法找机会点呗 感觉到了凌波 或者是神木给到的压力 就点吧 对于这种212 可能防点杀的最好办法 那不用说天地同寿 最好的办法就是天地同寿 凌波城这个门派 上天地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凌波呀 师傅呀 因为平时咱们看那些三宫团队比赛 其实打施战也是家常便饭了 对于他们来说 打施战真的是家常便饭 所以凌波城还可以啊 比较适合打施战 上天地也不怕倒地 单抽 直接把淋漠车给你干死了 感觉到我有压力的时候 就点你一下 毕竟就目前建会的 桃门之间的第一阵容 它还是国标嘛 到了正规赛 那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但建会这个层面 国标依旧是第一阵容 先把最难啃的凌波城 给它啃掉 没了凌波城 对面压力小很多的 冰川路轻轻宝罗 看一下困难方 啥时候上天地吧 你不上天地 对面肯定盯着你欺负 这这不用想 肯定盯着你欺负 这些轻宝帮 这些轻宝帮 凌波城可以站起来 跑了一个 那能不能拉起凌波城 你这宝宝跑掉了 没拉起来 比较的尴尬 凌波城没拉起来 被对面小拿捏一手 小爽再点什么 没风中 拓奖树扔一个 火火磁碑人拉临摸了 起来天眼神龙 现在也结束了 又得开天呀 先补了一个宝宝 一把青蛇 两次163 三次163 呀 关的风163被打干了 这四次 163被打干 最后人倒地 对面也不亏 虽然是小爽没挂中 但是把关的风4次163 打出来了以后 这绝对不亏了 这才九个回合 又是一把三飘 把凌波城给飘进来 现在羽岛的节奏就不是太熟了 好了一个 我花钱你 反空地府 防一手点杀 切这儿了 怎么说呢 最近每一连都会有凌波城的出现 希腊岛也带过 夫子庙也带过 都会有一些凌波城的出现 其实整体 尤其是夫子庙那里 感觉这个凌波城打出的效果还行的 但是你如果不上花果山的话 我在想他怎么应对这个五宝灵 你没有花果山 因为现在四宝一花果山的话 也是他们能想到 应对五宝灵比较好的一个手段 你现在把花果山转到凌波城以后 怎么面对五宝灵 尤其是马上五神坛了 下个星期就五神坛了 打不了五宝灵 可有点难搞啊 看眼睛 给了一个怒眼给了一个质眼 怒眼的话增加伤害 质眼的话 每个回合给一点战役 因为凌波城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就是他头上的战役吗 这是他的限制条件吗 质眼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 看一下输出 六千六 三千 三千一 可以的了 因为这玩意儿他不需要休想 每个回合都可以惊讨弄 对面选择来杀观点方的神木 但是小嫂没有挂出来 毕竟面对双方体系 对面的操作 以及出手一定是会受影响 低听 低听 很尴尬 凌波一把青蛇 天崩地裂 那格南空这边也可以点杀 一点战役 那就是扣两千血吧 一点战役是十分之一的血吗 你现在差两点 那就是十分之二 百分之二十的血线 扣过去 看一下观众朋友点谁吧 点大桃 扣了两千血 点大桃 六千二 开刀一万 直接两刀 直接给削死了 那现在 二一二面临的问题 就是手势的问题 你没有地府 这就看你盘司的禁聊 怎么去给 武装官怎么去控制划生死 这是去年打师托 他们经常 考虑的问题 师托领当时就二一二 考虑的其实就是一个 如何守势的问题 人点死了 没问题 比较简单 因为你不是国标 对面也不会防点杀 这个大家要清楚 你不是国标的情况下 对面是不会有任何防点杀的操作 点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守势是个大问题 继续金韬弄 九千切 四千 四千 哎呀 这血量直接被压下来 还有一个神木灵去做一个配合 没有 不是和尚啊 笑一下 因为有质眼的存在 刚才说过 每一回合会给一点的战役啊 所以观察风金韬弄是远远不断 来继续金韬弄 又 哎 点防御了 四千 三千 这回神木灵可以配合一手了 宝宝 被一个 其他人血量已经被压得非常的低了 拉起大桃 化神寺被套 下个回合 人家化神寺啊 或者是女儿孙 如果有金鲜的话 哎 有金鲜完美 但是观察风再次触发行驶 一手天崩地裂啊 这回可以直接杀女儿孙了吧 大死亡拍手 还拍中了 哎 这解决了没有地府的问题啊 这个大死亡 金鲜解掉 对面这还没法点了 小死亡被解掉了 又扣了两千血天崩地裂 女儿村 最后一下是不能被贴保护的啊 最后一下不能被贴保护 三千二 上巨剑 一点令人的巨剑 没毛病 观察风神木有速度 对面女儿直接没了呀 哎 神佑 没死啊 宝宝再跟一跟 观察风倒地 无所谓的啊 他已经是把这个 那观察风神木也神佑了 观察风一把金鲜 已经把小死亡解掉了 对面女儿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 啊 这个时候观察风凌波城的眼睛也结束了啊 哎 这就还好啊 眼睛结束了以后 他最起码 没办法持久性的去输出了 观察风这边还有一个起眼睛的过程 行动失败给了金鲜 这就是首射的手段 化身 呃 要被武装官套啊 你尸体点要被磐斯给金鲜 观察风直接浪泳了 再被一个宝宝 那对面还得点呀啊 不过现在没有鸟儿村以后 对面没法点了呀 因为观察风两个风系都能动 两个风系都能动的时候 对面的操作是一定会受限制的 啊 套化身色 哎 你看这 套化身给金鲜 啊 这是首射的两件大法宝 以前还有归宿善恶首射呢 啊 现在二一二比较少了 这个操作 在现在也没多少啊 以前归宿善恶首射也是家常便饭 猪天看护再加一手 天上开起来 哦呜呜 哥哥 直接三个眼睛 直眼 怒眼 天眼 全部开启 下个回合再补一个金刚 三个眼睛开起来 这就堪比真君显灵了 哎呀 大唐出发青蛇 天地同寿 关张峰开始饱了 我让你点了 啊 关张峰开始饱出手 防点杀 上天地了 二十个回合 前排有孩子 上天地 无所谓 对张峰小嫂 没有挂出来 对张峰蹄虎 饱了一下 这回合扫完了 下回合 那你这洛华城你是不是就白扔了 金桃鹿 五千四 神药 敲了六千 林伯城倒地 啊 开了致眼的零伯城 他是不怕倒地的 而且倒地拉起来 还有站役给 完美 请三连 哎呦 持心洗澡 女儿也可以站起来 站起来 先偷个酒 不管啥 先偷个酒 而且啊 咱就是退一万步讲 就哪怕对面被弹灭了 是不是厂商 但凡还有一个归宿孩子 他就可以刺好 因为这开三个眼 加大克的凌波城 还是比较恐怖的 六千八 直接一棍子敲死 九千九 再敲死一个宝宝 再来 最后一下四千切 化身色都招架不住了 因为凌波城这三个眼睛一开 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只眼每一回合给一点战役 就解决了一个续航问题吧 解决了一个续航问题 对吧 天眼呢 天眼呢 是增加暴击的 解决了一个爆发问题 怒眼呢 是增加伤害的 解决了一个稳定的输出问题 有稳定 有爆发 有持续性 这三个眼睛一开 这三个眼睛一开那无敌 真的是无敌 地幅也到了 你再加上一把大克 弹死青蛇 让对战方多承担伤害 所以这得看运气啊 你因为这个一个眼刀三个眼刀是随机给你的 有可能给你一个也有可能给你三个 如果老是给你一个眼睛的话 有一说一二 这凌波啥也不是 但是老给你三个眼睛 得了 这凌波无敌 一万 一万 两千二 化神死也被敲死了 九千六 又是将近一万的数据 看看对面 有没有机会 此行呀 剩下最后一个宝宝 人拉女儿 三宝没守住 哎 没守住女儿偷九 死行可以 那观众风天眼神通也结束了 对面就还能接着玩 先补宝宝 这是首要的 一定要把宝宝先补出来 对面用神木去拉人 死行出来了 当然对面依旧是 这凌波啥 再一次开眼睛以后 还是三个眼睛 又是三个眼睛 这是要把 珍宝格送走呀 这是 又是三个眼睛 把云林黄了一把 晋辽 又是三个眼睛 化身色先活一下 紧抛弩 直接干神佑 满血宝宝 直接给干神佑了 打了七千,七千,四千 没怎么出暴击 天地统兽继续保自己的灵波 输出全靠他了 可不能让你点 皮肤保的神木灵 再来 一万 孩子飞 又敲了八千多 因为这玩意儿他不休息 他一直要打你的 你别看他秒四个 他一旦不休息 他这个集中输出去有点太高了 你别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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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乾坤在套化身色 对面的恢复也是严重受影响 诺华陈寧在反抗一座鸟村 神木一把青蛇还能再送走一个人 又把对面的女孩村给收走了 华鱼林解掉凌博尘这边 哎呦这管不了啊 对面这女孩逼我倒了呀 这没人控制官僵房子呀 而且这天地同寿一打 你只能扔法宝 什么发文侠有无魂呀 只能看脸 靠法宝来控制 点了有天地 也不让你点 地厅一换 无魂给了神木金涛诺继续敲 关键是前排宝宝他也受不了 你宝宝飞得太快以后 人物的血量他加不上来啊 你光靠一个化身色不得把你忙死 再飞一个宝宝 你看这宝宝是严重不成型 现在观众朋友出地厅了 你还得防地厅不是吗 大床也没了 对面倒是还能磁航 不过呢 没有太大的必要 说到根上你被大克了啊 老给三个眼睛你真大不了 现在天眼神通结束 对面也差不多要每一类 看看吧啊 磁航完了以后 有没有机会再点一个观照万象 对面收起宝宝不跟你玩了 对面不跟你玩了 换个心情啊 就可能突如其来让 钓鱼岛这么一个临摹城 你打懵了啊 在世上几天 如果鱼岛后期啊 比如说下个星期一啊 下个星期三啊 还会继续尝试这么一套 这种的话 我相信宝贝那边 会有一个更好的应对吧 咱们